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是香港经济腾飞 街头巷尾都改头换面的年代 那时候 在铜锣湾有个财团 准备要盖一座最高的大厦 里面含有酒店 商场等高端的综合体 但做生意的人都是比较迷信的 害怕这座大厦建出来 以后会应验了风水里说的 高处不胜寒 进而把日后的生意给拖累了 所以就请来了一位大师 帮忙出谋划策 这位大师也不简单 是当时城中达光贵人的一个御用风水师 他建议 如果要让这个地方人流鼎盛 生风发财的话 除了要布置一些基本的风水镇 增加财运之外 最好还是供奉养狐仙 利用狐的魅器 使人心躯之奔往 而这座大厦就是日后 名声大造的 铜锣湾地标示的温莎公爵大厦 对于大师的这个建议 财团也欣然地接受了 于是大师后来 在虎豹别墅外的那片树林里 找到了狐的踪迹 并施法勾来了七只狐精 把他们带回了温莎大厦内供奉 但大师没有想到的是 这七只狐精里 有四只修炼的时间不长 所以身上还带着很强的力气 的确 养狐之后的温莎大厦 果然是一直人流不息 生意十分的好 但狐是天生贪玩的 谁会愿意安心地坐着不动呢 所以这几只家伙趁商场 熄灯休息 人去楼空的时候 就经常出来乱串 最喜欢的就是窜到一间 名牌女士服装店里玩 把人家整整齐齐的东西 都搞得稀巴乱 一开始 店长还以为是店员 晚上没有收拾好就下班了 但这样的情况 接二连三地发生 并且听到旁边的店 也发生了同样的灵异事件 一时间令到所有商场的员工 都不寒而栗 以为是闹鬼了 还特意请来了法师 有模有样的 做了场驱鬼法事 但狐是位列五仙之首 是何其聪明与敏感的灵 他们明显地感应到了这些人 做了这么大摊事情出来 其实想驱赶自己 因此 这事就彻底地 将狐给激怒了 于是 他们在晚上商场关门之后 就进行大报复 除了窜进商店捣乱外 更直接地把商店内上万元的衣服 和皮鞋啊什么的都通通咬烂 但这些都还算是小打小闹 真正闹出大事的还在后头 一个晚上 有两夫妇包下整间酒楼 来摆儿子的满月酒 所有出席的亲朋妻友 都相当高兴 能够抱着一个月大的儿子 和亲友庆祝 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 是大吉大利的喜事 所以 那两夫妇当晚就特别的开心 酒席结束后 几个亲友 便把喝得鸣顶大醉的夫妻俩 送到房间休息 就在那天晚上 妻子在睡梦中 就被其中一只 力气最深的狐给缠上了 这只狐是这帮家伙中的首领 他在妻子的床前来回的踱步 并露出了争鸣的眼神 和凶悍的尖牙 直视了妻子几秒钟后 竟然开口说道 在本仙的地方摆喜酒 竟敢不请我出来喝一杯 早就被这个场景吓破胆的妻子 已经把身体缩到了墙角处 头上直冒冷汗 只是僵硬地从口中吐出了一句 这位大神有怪莫怪 我们真的不懂这个礼数 这只狐阴森地尖笑了一下说道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就拿这个胖小孩孝敬我吧 随后便是遗忘了一下 刚满月睡在婴儿床的孩子 这时候妻子的母性大发 猛地想冲过去抱起孩子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胡直接就扑上了婴儿床 并咬断了孩子的喉咙 然后满嘴鲜血地回头 阴笑地望着 已经伤心地撕心裂肺的妻子 在睡梦中 被吓疯了的妻子马上起身 才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幻觉 孩子真的已经断气了 然后他也直接昏了过去 第二天 警察到现场勘查的时候 更发现了墙壁上留下了一个狐狸头的图案 顿时间 这宗案件里所发生的 难以解释的灵异情节 就成为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 温沙大厦的胡经杀人事件 也立即传遍了整个香港 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当时 帮温沙大厦布胡经局的那位大师的耳中 他也心知不妙了 当天勾回来的胡经现在已成灭了 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 这些孽还会进行下去的 但这些 毕竟是已经吸收了天地灵气修炼起来的武仙 不能渡 只能镇压 于是 大师就马上赶到了已经邀气逼人的温沙大厦 并且吩咐弟子叫来了保安队长 命他们用自己给的珠沙灵符 把整座大厦的出口位置都贴上 先不要让这些孽跑出去 然后在当天正午时分起谈作法 最终经过了一番的恶斗后 大师成功把这帮胡仙镇住在了温沙大厦正门招牌处的大云石上 这场战役下来就成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灵异新闻 所有在铜锣湾经过的路人 都聚集在温沙大厦门口的大云石前围观被抓到的胡 其实 自从从虎豹别墅来到了温沙大厦后 这些胡在室内吸收不到日月精华 为了修炼 他们早就想改吸取人的精气神了 而由于 鹰海的精气神较为宁静 因此 这只胡只是找个借口来吃小孩而已 更加玄乎的是 后来验尸时发现 小孩身体竟然像是被吸干了一样 体内没有一滴血 胡仙事件之所以闹得那么大 是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 甚至也有电视台到场采访 导致很多民众都走去围观那个传说中的胡仙云石 最后逼得大厦把云石搬走 据说那块云石最终被搬到了台湾的阳明山 胡仙们也在那里被放生了